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因此就让我今天来分享我参加的心得 还有一些申请时的窍门 这场演讲是采用远端的演讲 那我现在人应该会在英国 所以我这个是日录的影片 但是我会在线 会有及时的QA 所以欢迎将你的问题记下来 那结束之后呢 会统一的做回应 那一开始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什么是Google Summer of Code Google Summer of Code 是学生开发者与开源专案的媒合大会 那翻译也可以称作Google的代码之下 那就是在夏天趁暑假期间 你放假比较显 那我们就可以去跟开源专案有所贡献 那Google Summer of Code 就提供这个机会来引导年轻的开发者 去投入开源的专案里面 所以有很多的开源专案 都有开Google Summer of Code的机会 那每个学生呢 在投入开源专案之后 会分配到mentor来做指导 那这个mentor就是已经在 这个开源专案贡献很久的一些大大 那他们的经验指导 就可以帮助这个新进来的学生 知道要怎么贡献 并且完成他的专案需求 那Google Summer of Code的期程 通常是由6月到8月 为期三个月左右 那实际的工作时间 大概会在160个小时之间 那当然之后也有不同的版本 那完成之后呢 会有奖金 奖金收到钱 我们就先来讲一下钱 到底有多少钱呢 让我们直接去官网看一下 Google Summer of Code 他现在给多少钱 对那我就直接用我的浏览器来做操作 对他就有 这边有说明你的那些钱会怎么分 就是一开始 在7月31以前 他会给你45% 然后呢9月30前 他会再给你剩下的55% 他会分两批给你钱 好 那他你的地理位置会影响到你的收入 然后呢他有分 Medium Size Project跟Large Size Project 这是在今年才有的规定 我参加那年没有 那基本上Large Size 就是你可能会一路做到10月才会结案 那Medium Size 就是我刚刚讲的 从6月做到8月就结束的案子 这样 那这边就有不同的地区 就有不同的收入 那这个就很现实 比方台湾 台湾就只有1500美金 那你看楼上的瑞士有3300美金 那就是他根据地区的不同 而有不同的预算的调整 对那这就是 所以在台湾你参加完一个 就是Medium Size的Project Google Sunrope Code 你可以拿到1500美金 大概是台币4万左右的收入 那这个收入会直接透过转账 转到你的外币银行账户里面 对那一开始我发现说 这个价格啊 跟其他国家比差很多 像你看瑞士有3300 怎么差这么多 我就觉得有点不平 但是其实在我这一届之前的 Google Sunrope Code 他们是好像是统一都是3000美金 还是就是有一个统一的价格 然后听说一开始前几届 甚至有到十几万台币的收入 对那时候真的是 很爽 那我也没有经历过 但是我想到说 Google Sunrope Code 他透过把这个 透过地区去调整预算之后 可以容纳更多的参与者 来参加这个活动 那我就觉得比较释怀 就是搞不好 我也是因为他预算降低之后 才有机会被选上 那与此同时 我在其中经历到了成长 还有我参加过Google Sunrope Code 之后带着这个经验 所进行的发展 都远超过这个1500美金 能带给我的 那等一下我会跟各位继续做说明 让我们回到这边 那接下来你可能会想问说 那Google Sunrope Code 到底有哪些专案 那就让我们实际的来看一下 Google Sunrope Code 到底有哪些专案 然后是怎么去进行的 好 那这是Google Sunrope Code的页面 他就会告诉你说 这是今年2022年 他就已经告诉你 有哪些Program是已经发布的 那这边你就可以看他的Project List 哦哦他是这个是已经贡献的 Organization这边才对 就如果你要申请Google Sunrope Code的话 你会一开始你会看到这Organization 你就可以看有哪些 你感兴趣的开源专案有投稿 那我们刚刚点到Project List 是今年已经被接受的 Google Sunrope Code的案子 那我们主要会先看Project List 那你就可以看到有各种各样的开源专案 可能有一些你们认识 像GitLab啊 HASCAL啊 或TensorFlow啊 这些是我们比较常见 那也有一些比较冷门的专案 也都会在上面 所以从这边也可以认识到很多不同的开源专案 那我们也可以通过上面的filter去查 比方我们可以查我们要看 那个 Data 它就会列出所有跟Data有关的专案 然后你可以也可以再选其他的 那就会有其他的专案这样 只是 虽然 这个简掉 就没有虽然 好 那就是它会有各种专案 对 那你可以去看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如何申请 对 那基本上 这个申请的这个过程呢 它是一个 就是跟这个专案去互动的过程 对它是很看每个专案它的要求 每个专案都有各自的要求 会告诉你说 要怎么申请比较好 对 那如何申请的部分 等一下会混合了我的经验坛 还有我会实际找一些申请的范例 然后跟你做分享 那分享完之后我也会分享 我在Googleサーブロップ Pro 实际参与的过程 还有它的心得 好 那我现在分享我申请的经验坛 我一开始那时候是在四月底吧 那时候晋级的巨人完结 然后很闲 2021年的时候很闲 然后就在想说到底我要干什么 然后就想到说我可以来贡献 Googleサーブロップ Code 这样 那其实我是在 你可能会想知道到底多早要开始准备 Googleサーブロップ Code的申请 但我其实是截止前大概两周才开始行动 所以其实截止前两周去行动 基本上都是来得及的 就是你可以先把明年的可能三月 记在日历上告诉自己要来确认一下 Googleサーブロップ Code的时间表 然后之后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 就是截止日前的一个月 就再来准备就可以了 那实际准备时间大概是一个礼拜 花了大概20个小时去写那个申请文件的部分 对 那不过我自己申请的时候 我是只申请一个专案 然后就这个专案就上 那如果你最多每个学生可以投稿三个专案 那如果你想要丢三个专案的话 你就要去评估一下自己的时间 那每个申请的流程大概都是这样 第一是找专案 然后第二是你要先联络这个专案 联络mentor 联络这个专案 然后之后就可以写提案 好 那就让我们实际来看一下怎么找这个专案 就是到这个官网上 那看刚刚这边有很多的专案 那我们就用那个TensorFlow来当例子好了 TensorFlow 点开之后 它就会列出说TensorFlow这个专案 它参加Googleサーブロップ Code的一些细节 所以我更大一点 然后你会看到一个关键字叫做Idealist 就是它认为就是这个mentor 或这个专案组织认为说 有需要被贡献的题目的列表 就叫做Idealist 那你就要找到这个关键字去点它 那通常就连接到一个Google Docs 或者是Github 或者是Notion的网页 上面就会有这个专案 它对于这个Ideal的介绍 然后告诉你要怎么去申请 然后要怎么去写 然后还有各种点子 对 那基本上你就要照着它的要求去写它的申请书 那我们随便点一个例子 第一个 The Healthcare Example Using Keras 意思就是说 你可能要在这个专案里面 用Keras去做一个健康照护的AI的范例 范例的那个应用 然后呢 可能要写好教学文件 然后让其他人可以学着 怎么用Keras去写一个 简单的那个健康助手 这样 对 然后他有给你一些 他告诉你说你要怎么写 你要做什么 你的说明是什么 那通常呢 就是这些专案都是 他会已经告诉你你要做什么 那你的写这份提案文件的时候的目的 那就会是说 你要说明你要怎么实现这个专案 你要说明你为什么构格去做这个专案的题目 然后你要说明说 自己为什么可以在两个月三个月 时间内完成这些专案 那这等一下我会来实际讲讲看 好 那就是这边找专案我们讲过 好那第二步就是要先联络mentor 那刚刚我们有看到各种专案 那假设我对这个专案感兴趣 那我就要实际的去TensorFlow 他提供的联络方式去找 比方他这边应该会有email 那你就点他 然后看他 会被寄到哪 这不是email地址 然后可以看 然后你还寄到这个TensorFlow Gassociate.com 那你就可以实际的写进去问 要怎么联络到 你感兴趣的那个专案的mentor 这样 那或者是你往下拉 应该也可以看到 这是已经今年被申请上的专案 好这个没有 我们用另外一个当地 选择我比较熟的 Julia 嘿 那个Julia的部分 他这边就会有 他的网址 然后他的chat 你点这个chat 就会可以到他的slack 那你就可以进到他们的那个聊天室 这样 就是你点他 点这个join 他就会再开启那个slack的APP 然后呢 你就会进到Julia的slack里面 然后你就可以去 他们Google Summer of Code的频道 然后呢 看说 到底这个 他们的mentor 在里面有哪些发言 你可以直接在上面做QA 那我们这边就 真的直接进去一趟 看看说 他里面到底在干嘛 好 那这是第二部影片 那这边的部分会来说明说 要怎么联络mentor 然后以Core Project为例 那刚刚 好 刚刚我们试了进Julia的slack 但我们发现说 他已经把那个频道封存 因为他们是有免费版 资料不会保存 那我们用A Core Project的当example 对 那基本上就有一个频道是Summer of Code 然后呢 你加入之后会看到 大家在这里做自我介绍 然后会说他是谁啊 然后呢 他想要做什么 这样 然后你就会看到说 那是mentor 这些 就是管理员会在里面做回应 然后会告诉你 你的怎么样 Welcome 跟你说欢迎啊 或者是你如果提任何问题 他都会对你做回应 那这边就是可以跟mentor打招呼 这个部分 对 那像是说 我们刚刚可以看到这个idea list的上 他都会有说 我们用Julia的idea list的刚刚概例 他都会有说他的mentor是谁 那你在做这个找mentor的这个专案的时候的步骤 那就是要去找说这个mentor是谁 然后呢你要去在他们的聊天室找那个mentor 然后就可以直接私讯他聊天或者直接在那个频道 专门讨论Google Summer of Code的频道上去tag这个mentor 然后呢跟他讲说你对这个专案感兴趣 然后你现在的想法是什么 然后问问看他用不愿意做 就是给你更多资讯 或者是可以跟他打个招呼这样 对 那就可以来这边然后联络 像Martin他是某个专案的mentor 就可以跟他say hi 好 那这边就以Acro Project刚刚来当作例子 好 对那这边来讲一下联络mentor的目的 就是我们人在做合作的时候会信任他已经知道的人 就算这个人他只是在一个月以前或几个礼拜前知道 但也比他当下看到申请书才知道你这个人还要好很多 所以你如果可以先跟他打个招呼 让他知道你是谁 然后呢 他就知道你是一个会有在这个频道上有出现过的人 那就会比较有加分的效果 就他会知道你是谁 而不是完全不知道你是谁 他就很难同意你的提案 因为他完全不知道 你到底有没有想要融入这个社群里面 对因为在Google Summer of Code上 很重要的事情是要沟通 那在沟通的时候呢 你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去跟这个mentor 还有这个专案的需求讨论你这个目标怎么完成 所以提早联络mentor也可以表现出你愿意沟通的这个心态 那会有还不错的效果 那接下来如何提案的部分我们刚刚已经有看过 就是在这个他都会有一个idealist 像这个是朱莉亚的 他就会告诉你说他有什么样的需求 然后呢要你怎么样的去完成 然后甚至如果是好一点的专案 他还会写说你大概需要几个小时 像这边TensorFlow就有说 你可以选175个小时或350个小时的专案时程 那都是可以去再给你做参考 那就是可以从这边参考 你要怎么去写一个提案 那具体来说呢 甚至有的组织他告诉你说提案最多只能写几页 那就要去遵守 那如果没有写的话 我会建议可以写的长一点 那长一点不是塞的满满的内容 但是就是多一些空白 然后多一些范例 让人更清楚你要做什么 那就是在提案里面有几个点很重要 就是自我介绍 你要去让对方知道你到底是谁 然后你为什么会适合这个Google Summer of Code的专案 像刚刚那个是跟AI有关 你就可以强调自己的AI背景 像是在教授的研究室做过什么 或者是课程做过什么AI专题 然后跟这个专案有什么关系之类的 然后可以给一些明确的东西让对方想象 就像你可以说你要用Keras的那个东西做成一个 就是用Markdown写成一个怎么样的文件 或者是你可以把你之前写过的教学文也贴给他看 那让对方可以想象你最终产出的结果 到底会是什么样子 那以我这边为例的话 我之后你们等一下要看到我的Google Summer of Code提案 那我就真的写了一个假的API范例给对方看说 我预计我们的我的这个写出来的成果会长什么样 对好那因为等一下提案都是英文 所以我会想想先跟你分享一下 就是很多人的担忧 就是蔡英文怎么办 就是很多人觉得说他的英文就很烂 那其实没错 我的英文也没有很好 那我其实大三那时候写 是靠三个工具去完成的 那就是Google 然后还有Google翻译 然后还有就我为了要让我文法好看一点 我还买了Gramarly 然后让我的修了一下我的文法 基本上我是靠这三个东西 才把我的提案写好的 那我现在很常用这三个工具 那如果你要参加Google Summer of Code的话 可以来就是把熟悉使用这些英文的辅助工具 那这个英文学好之后 就是在其他的领域也会很好用 像我现在工作都要用英文去写文件 那让我们来实际看一下 我Google Summer of Code的提案 那时候写了大概29页 就是比较长 但是范例很多 然后空白也很多 所以其实没有那么难 那大概花了20个小时在写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的这个专案是会先讲自我介绍 About Me 然后呢还要讲一下我夏天的计划 那我就可以透过这两个段落去跟Mainter说明说 我夏天很有空哦 我可以贡献在你的专案上 那我预计可以贡献多少时间 这样我就都讲清楚 然后再讲我的预计怎么贡献 那我怎么贡献就要把它清楚的列点 就是可能一二三 你这三点要放什么内容 所以我就放A B C 就是A就是我会把那个资料做配对 就是转移这个资料 那B就是我会找到这个关键字的部分 那我就会说明说我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找到这些关键字 然后C的话就是我说我要写一个API 然后让那个使用者可以直接去呼叫这些结果这样 好 那就是大概是长这样 最后最后我会附上我的干特图 但现在回想起来干特图其实可以放前面没关系 就是放在大缸后面 反正干特图很重要 因为它可以帮助Mainter知道说 你会怎么规划这些专案的时程 好 那这边就自我介绍 那我自行的放蛮大的 然后也放很多空白 那我们拉下来一点 就是范例的部分 好这边是说我要怎么做Data Mapping 用NER 就是去做一些自然语言的标记 那等一下会有细节的范例 但是我这边就会说 就是我这边就说 那我预计要用什么样的语法 或者是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或者是说有下面还有一些范例 像是他我输入这些东西 然后呢他会输出什么样的内容 就是我都把它范例写清楚写在这边 那这个AI他就会知道要怎么输入 然后Mainter读到之后就会知道说 那这个人他有想过 你要怎么去规划你的专案 然后有哪些内容 这些都有想清楚 那这样会可以帮助读者去想象 你在投稿Google三毛坡的专案的时候 到底那个专案要长什么样 那会有很棒的加分效果 然后还有一件很重要的是 就是你要去让你的提案可以整合 既有的一些原件 就是你要先去看这个开源专案 它有哪一些已经有的东西 然后你要去说你的提案 跟怎么跟既有的东西做整合 像我那时候Google三毛坡的 在Aquite Project 他们已经有一个Template Library 就是有各种法律合约的样本 那我就会去说我的这个提案 能够怎么整合那些样本 然后呢来达到一个自动化的效果 所以我这边就把这些样本的系统做截图 然后直接贴上来 然后说那些资料 大概会个别属于哪一些地方 这样 对 那这边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这边是我甚至写了一些范例的程式码 然后说明说 到底要 就是我的AI 现在已经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然后我预期AI最后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然后这些文字其实是我直接抄他们的template 就是他们一看就知道说 这是我有先看过他们的文件 那这样子就会比较有熟悉度 好 那 然后有些地方可以放图 让对方比较好懂一些 就是放各种图表 然后说明说你会怎么去迭代这个AI 让mentor知道你预计要怎么去开发这个过程 然后每一个阶段都要给他的你的预计时程 就是我会写一个client library 让使用者去用这些模型 然后我预计要怎么写 那时间预计是怎么样 那都可以估算清楚 然后呢 就说明要怎么用 然后甚至写了个API 范本 让那个mentor可以直接去呼叫看看 然后这边就是 我说使用者要怎么用 这个 这个模型 就是预计 使用者要怎么跟我写的AI做互动 然后最后就是这个干特图 干特图我是用那个内建的表格做的 其实做的蛮丑 但是就是基本上看得出来 我还要干 那就那就还可以 因为那个时候脚交要缴PDF 所以我就把他从Google Suite的汇过来 所以就看起来比较丑 但是至少他在一页里面 然后mentor就知道说 哦 让Eason的时程大概是怎么抓的 好 大概是这样 我们看完我的提案了 那可以看一下mentor对我提案的回馈 那时候mentor的回馈 会有三点 第一点是他觉得我的背景很适合 因为我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就有说 我有区块链的背景 然后也很熟悉AI的一些模型 那因为这个Acroproject是一个智能法律合约的框架 就是他是要让法律的合约在区块链上去被去中心化执行 那所以我的这个提案是就是他现在的这个提案的需求目的 是要去把那个法律合约的一些资料状态去映射到那个一些资料类型上 那就可以比较好的去执行 就是可以放在一些参数上在区块链上执行 那我刚好这两个背景又会区块链又会AI 那还觉得说Eason的背景很适合 然后第二点是清楚明白 就是我列的很详细 然后有很多范例去说明说 我预计要怎么去做我的Google Summer of Code 对有流程很清楚 然后最后就是还是要有一点运气 就那时候其实有几个人跟我在竞争 但是一些适合的人 他们后来有上了其他的专案 或者他们暑假其他事情 那取消了那机会就是你的 那机会你准备好 就有机会会上 那我简单的分享一下参与的过程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QA 那时候我就参加Agrove Project 那题目就是那个法律合约的配 资料的那个映射跟配对 那我刚刚有介绍过 那我那时候的目标就是去 那个把就是资料的状态去辨识出来 然后呢可以把这些资料去放到 智能合约的状态的变数里面去 然后我那时候每周就暑假的时候 每周要开会两次 那之后还有很多时间是跟mentor 去做非同步的沟通 或者是临时的约 那固定的例会是两次 就是周一的下午跟周四的一大早 那个一大早是凌晨四点左右的会 那就是所以那时候 我做席非常健康 那就是每周会开会两次 然后呢 详续的参与过程 我都会把它记下来 那记下来的目的就是 就是最后回报的时候要使用 然后同时这个日记也是让 这个开源专案的其他人 知道你到底做了些什么 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那那时候我就记了 说我第一个礼拜做了什么 第二个礼拜做了什么 第一个礼拜我做这些事 这些日期我做这些事 第二个礼拜这些日期 然后我做这些事 然后呢我每次更新这个文件 我就会在那个他们的slack 或discord的频道上去说说 哎我要做哪些事 我更新了什么事 那这样子的话可以帮助 就算不是mentor 其他开源专案的人 也可以认识你 那这对于你去得到 非mentor以外的人的帮助 其实很有帮助 就是其他人知道你在干 就会更愿意的想要来帮助你 对 好 那就是基本上会建议 如果你要参加 Google 3-0 或者是以后要工作 那就可以把整个工作过程 都记下来 然后随时跟同事去做分享 那我就做了一个 multi-class的 那个辨识的NER模型 然后可以抓出这个关键字 像这个den 它是一个名字 那它就跑 模型就会 我们就会分辨它是一个party 在那个法律上是一个法人 这样 然后成果就是它有NER的效果 然后呢也有那个QA 我们用QA模型去抓 这个智能合约的关键字 这样我们就问它说 那那个谁是卖家 然后他就去给这个context这个合约 然后就告诉你 哦 是Den哦 那这些想知道更多NLP的事 那可以去看我去年siccone的演讲 因为今天有线 那我们时间就放到其他地方上 我去年siccone的NLP 培聊AI培育法在YouTube上 好 那其他成果的部分 就是我现在有在mentor在英国 然后呢还有一些开人专的伙伴在美国 那我现在就有认识一些在Acro Project 在其他地方的人 那我就像我现在在英国 可能这几天就会再去跟我的mentor 还有其他的认识的朋友一起吃个饭这样 然后我的mentor也很愿意帮我写LinkedIn的推荐 那这对于我现在找到的工作是很有帮助的 然后还有就是会一起可以一起发论文 如果是学术研究性质的东西 你就可以一起发一些论文到研讨会上 好那这是我其他的收获的部分 这段重录一下 最后重录一下 好从这里开始 就从其他成果这里开始 那关于我在这个专案参加之后的其他的成果 那主要是有几个 第一个是我可以认识更多的人 像是我mentor他是在英国 他是在UCL那个伦敦的那个大学的学院 就是担任讲师 然后还在一间法律的公司工作 那我就可以认识不同的人 然后这个Akro Project的其他贡献者 他可能在美国纽约啊 然后加州啊 甚至是荷兰啊 那大家都硬度 那大家就可以透过这种 开源专案的机会可以认识在一起 那像我现在去英国 就会去拜访我的mentor 那这都是 对于提升跨文化的视野 是很好的机会 那除此之外 也可以就是跟这个专案的人一起合作 发论文啊 或是一起去研讨会演讲啊之类的 那都是很棒的机会 像我们就有发到一个 POP的小workshop 就是有一篇小论文 这样 那这些都是一个 我觉得很棒的成果 然后还有最后很棒的一个成果 是你可以练你的英文能力 就是你的英文能力 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它沟通全部都是英文 所以你的英文会变得越来越好 然后之后你就会发现说 你跟外国人沟通没有障碍了 就是可以克服跟外国人沟通的恐惧 对那是一个很棒的成长 对个人来讲 好 那接下来是QA的时间 那如果想要 之后有问题要问我 也可以透过这些连结对我做询问 那目前下来有什么问题吗 嗨医生 OK那我准备下一场 嗨 那我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就可能需要请现场这边也开一下麦克风 这样我可以知道现在的情况 好 有问题吗 有问题吗 OK 目前现场是没有 目前现场没有问题 那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目前这边还好 那大家对我的Google Summer of Code的申请过程 或者是自己也想申请Google Summer of Code的话 那可以再跟我联络 那我可以先看一下你的提案 然后呢 给你一些建议 这样 OK 了解 好 那谢谢你 那我们准备下一个部分 拜拜 freedom OK 等等 小心 稍 E 确 sponsor 84 女 kans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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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